可是你继续记得 就前几天他还讲说 那个他们是 的确是要卖疫苗给我们 因为路透发了一个 那个BioNTech 他们的一个email的回函嘛 然后就说 我们其实也是要 为什么什么努力嘛 防疫努力 全球的努力 然后台湾就是 其中的一部分嘛 所以他们就 整个就兴奋了 嗨起来了 就说所以你看 他们是要卖给我们的 部长好棒 对不对 结果今天他告诉你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会回函给我们 因为我们还在等消息 就得到的答案就还是如此啊 为什么会路透社会 而且不是我觉得最扯的是 你看你见到这个吗 BioNTech 这有点模糊了 所以我不会去特别 而且他都里面都是英文字 但是我给大家来看 那这个所谓的异象书呢 其实就是两造双方 一边就是BioNTech 然后另外一边的 就是我们的卫福部 就是两边要共同的签约的 一个异象书 然后里面甚至还提到 就是说之前呢 他其实谈的那个时候是 要在一月底 对 end of January ok 这边 end of January 一月底的时候可以拿得到 two 这个是两百万 这个单位是million 两百万剂在这边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后面都还会陆陆续续 拿到这个更多的疫苗 但是呢 这边本来是谈三千万嘛 然后就说一月底的时候 我们至少可以拿得到两百万剂 而那时候的价钱呢 意义上说价钱呢还是三十五 这个三十五元 结果现在三十哦 三十现在多好 现在变四十五 就是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说 什么这个雅各城冒出来之后 那价钱就变成是四十五了 第一你的价钱是什么 越弹越高 还有第二 你的对口单位是越弹越小 哪有这样子的啊 你要做生意也不能这样子吧 是啊 你有听过吗 各位网友 你觉得这是哪门子的谈生意的方法 好 如果今天大家还是不清楚 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个叫商业模式 我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 围绕到商业模式 因为是陈时中自己讲的 是啦 三个代理方法 大家都搞懂了好不好 搞懂的给我一个爱心 搞不懂的给我减一 我们下播之后呢 我可以跟郁琴再跟大家讲一次 或者我们把那个影 刚刚我讲那段再重剪给大家听一次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在手笔爱心 爱心 就是听了懂的 帮我一颗爱心 刷一排爱心 刚刚讲的商业模式嘛 一个代理嘛 一个是平行输入 一个是水货 如果大家懂的给我一颗爱心 不懂的减一 那减一的人 我们会减这一支再让大家听一次 第二 郁琴手上的那一张 刚刚这一张 这个叫做 语相书 我刚刚看有一位网友 甄乙诚书说 为什么为了回扣啊 然后这样啊 你可以讲我们不能讲哦 对 然后还有一位 Jovy说采购异相书 然后 laugh out loud 好好笑哦 就是 好 很掉漆是不是 我来比喻好了 然后我不知道来不及 来不来得及 那个下标题 意象书 是 等于情书 要听得懂 听不懂 彼此都有意愿要谈生意了 谈交易了 对 写情书的人 通常都是画一块大饼 郁琴 你对我来讲那么的重要 是 我对你海事三盟 这一辈子绝对不会放弃你 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灯塔 你是我最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肉 我只要想到你 我想到蔡英文总统 对对对 我只要想到你 我这辈子一定会给你最好的生活 你只要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给你最好的条件 我们会住仅于 住最好的房子 仅于意识 你要不要跟着我 然后以后我们会生 两个小孩子 这两个小孩子 一个长得像刘德华一样帅 另外一个呢 像那个 谁最漂亮 范冰冰一样美 那两个小孩 以后我们会让他练哈佛 讲完了没 情书里面写的 我们在谈啊 我们从头一直在谈 我一定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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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娶了你没 嗯嗯嗯 欲勤说有志你在讲什么 啪一巴掌过来 然后网友开始有志必须死 有志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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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现在是诚实中必须死啊 诚实中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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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意象书就是这个意思 意象书在谈生意的时候 我们我们在外面谈生意 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叫做ideal 一个叫plan 一个叫做proposal 哦 就是我们有个ideal 我跟玉琴讲说 诶 有想法了嘛 我很喜欢你 对对对 给你个机会让我追好不好 玉琴说 好吧 我也没那么排斥你 那就给你追吧 那追到了没 嗯哼 那没有哦 这个时候呢 你告诉我 诶好 我让你追 我就开始要拿出诚意 对不对 那个就叫做mou 啊 那个叫做意象书 我有意象的嘛 那你也说我不排斥 那你就试看看吧 所以我鲜花素果三生 啊不对 讲什么 啊不 抱歉 你很歪啊 那是贡品 那是贡品 对不起 对不起 鲜花 钻石 巧克力 对不对 我开始使出我的功力来追 哎呦 结果追着追着呢 mou 我整个写了一大堆 玉琴说 若有志我觉得你吹得转破 你这个人不实在 是 每天只会送花 嗯 真的实质的东西你也做不到 嗯 每次吃都吃那个路边摊 所以就白搭了 然后后来 对啊 连计划都还没有进去 我批评就结识了 最后生意要做成是批评 计划书拿出来 你也同意了签 嗯 然后付我一半的钱 我开始做生意 耶 我得到疫情了 我终于可以跟疫情在一起 哎 他怎么勾我的手 嗯 我为什么要勾 你说勾我就勾吗 啊 那我算什么 这个就是陈时中跟上海复兴 搞懂了吗 对 I am 陈时中 You are 上海复兴 You are 辉瑞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对啊 你谁啊 这个就是情书嘛 这一张叫情书 好不好 情书 我还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里面不管多少的钱 我要拿到两百万了 我要拿到两百五十万 这个叫做异象 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啊 最后辉瑞说 对不起我不跟你在一起 玉琴我能够说 他根本不用说对不起 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根本就是冷处理 到现在都不回你 是啊 对不对 路透社为什么发那篇 因为记者 通常这些商业公司 敢不敢得罪媒体 哪敢啊 也不愿意 所以通常呢 有时候我们会去 而且我觉得企业也要注意 他的一个形象 是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跟同一说 同一我们想要问你 有关于什么事情 是 同一如果不方便 打会一个公关的稿 对 哎 同一啊 你要不要到我们中天 先设一个饮料机 让我们可以每天 买到你们统一的饮料啊 比如说任何厂商的需求 我们尽力满足你们中天 是 明天会不会来装 他不见得啊 后庭会来装 不知道啊 但是我跟你讲说 只要你所有的需求 我一定满足你 一样的道理嘛 路透社记者也是写了一篇公关稿 请问辉瑞 台湾如果要买你的疫苗 你会不会答应 所有的世界各国 我们秉持着防疫的工作 我们愿意提供给所有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来努力中 嗯 请问一下啊 你在高潮什么 嗯 啊你在华裔什么 是 就一直在宣 不断的宣 宣 宣 宣宣 哎 怎么又多一个宣宣 哈哈哈 宣宣是哪位 宣宣是谁 哈哈哈 宣宣是谁 宣宣要问时中部长 宣宣必须死 因为时中部长也一直在忙着 你要大家开始来 放开这个女生